後壁虎還藏一條街 人潮排得看不見鏡頭 大家都衝著新鮮海鮮而來 看看店裡頭每一桌都坐滿人 吃魚 吃蝦 吃貝類 真的好熱鬧 會不會擔心說之前那個颱風受到影響 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們排的大多是室內行程 颱風小犬狂掃屏東傳出不少災情 不過國慶廉價隨之而來 對業者來說有如幾十語 再到南灣沙灘 海面上已經不少人開始從事水上運動 有人划船 有人衝浪 小朋友也玩得好開心 完全感受不到颱風才剛離開 海風這麼大 會不會擔心 不會啊 就玩照玩 賺錢就是要玩 因為好不容易來 然後就天氣不滿意 儘管天氣不算晴朗 沙灘上還有空散 但有人潮湧入 對於水上油氣業者來說 鬆了一口氣 會用到生意嗎 不要用到生意 而墾丁大街上儘管還有些飄雨 不過不少灘商穿著雨衣 開始整理攤位 又業者出動吊車 維修店面看板 準備開始做生意 颱風剛過境 屏東還有間歇性雨室 坑管處也表示 各景點將加快重建腳步 歐蘭比 公園 貓比一頭 龍腕坦等地區 需要到10月10號 儘管屏東多個地區還在災後復原 但各觀光景點的業者 已經先動起來搶供國慶觀光財 華視新聞周孟漢 蔡文貴陳信仁平平都報導 天洋 雛 familia начина 回答